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一个货币总基础设计原则 主要先看第一个是它的设计的原则 是因为你必须要能够影响到刚刚讲过了 影响到一般大众的出于所得的项目 我才会把它内入进来 所以不能够包含在里头的 比如说这是原则 再过来你看不包含在货币总基础的项目 比如说我刚讲过货币机构的库仑限定不可以 是不是刚刚讲过了你应该懂了 再过来政府存款也不可以 政府存款因为政府的存款 基本上受立法院的一个规定 所以这不是说一般民众可以使用的 所以这也不算 同业间的存款 这个也不算在里头 因为那个同业间的存款 那也是在银行体系里头 所以当然也不算 这也不算 那在外有些金融资产 它流动性很低 因为简单讲很像股票 或者房地产 那这东西这些金融资产没有错 可是你要把它变现 很麻 像房地产 你要找到这个房子要卖掉 搞不好好久 要找到愿意给你买这个房子 其实可能要找很久 自己找更久 那有时候运气好了 有时候运气不好就要找很久 所以你要变现就是流动性就变得很差 所以因此我们就不算在货币公企的部分 这样懂了吗 知道就有这个问题 好这是我们第一章的部分 把货币的定义货币的功能 把你做一个说明 这样懂都给你做个说明了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正式来看 那金融体系到底是什么 这金融体系到底是什么 这个很严格的规定 先看第一个 什么叫金融体系 金融体系很大 你要小心 那还是一样像这种 在考试的时候 这些定义都要搞得很清楚 都要搞得很清楚 它有明确的定义 主要金融体系是要互通有无 讲白一点就是这样 我一个市场金融体系里头 就像一个市场一样 这个市场里头有资金的供给者 有资金的需求者 我资金不够的我想给人家借 那我多出来资金我想借给别人 因为我想让我资金有一些 更能够活用的一个管道 所以我想把资金提供出来 那总是不能说 我告诉你 我就登报纸 我有这个钱 赶快给我借 你是谁啊 你是不是有问题啊 这样的话 或者你真的有钱 那你偶尔你有钱 给你抢了 是不是所以很危险 所以一般来讲就一个正式的管道 这样懂 有一个金融的一个体系 让这个资金能够互通有无 这样懂吗 知道 这是谁的金融体系 那它的组成的一个要素 主要严格来讲当然更细了 那这边 我先把讲一个最简单 这是一个比较正式的 正式的金融体系 这里可以看第二页 有没有 我现在讲这边是比较正式的金融体系 那当然整个金融体系还包含非正式的 有没有 第二页的地方 有 还有 这边我先讲是一个比较正式的金融体系 组成的要素有两个部分 第一个叫金融市场 第二不是金融中介 第二是全体金融机构 那个人打错了 全体金融机构 不是金融中介 金融中介是一部分 可以吗 全体金融机构 金融市场跟全体金融机构 可以 全体金融机构 这样的话 好 那 金融市场里头包含了货币市场 跟资本市场 这个我们后面会去做说明 它交易 这个区分在于它交易的一个金融工具 期限不太一样 这样的话 期限不太一样 有些比较短 在货币市场交易 有些很长 在资本市场交易 这样的话 所以它长短是分开来的 这样的话 好 那全体货币机构呢 全体金融机构呢 好 这个在 第二页这边 当然这边 全体金融机构 来 先看那个第一页 全体金融机构 分成全体货币机构 这要备 这是最新的一个做法 2012年之前 有另外一种做法 我讲一在第二页那边有 那如果你做到是2012年之前的一个题目的话 不过当年很久了 那个 我当然也不放了 那判明有些人 很用功 看到2012年之前 那他的做法就不一样 就是第二页最上面的一个做法 这样的话 那 但后来在2015还是2016年 又重新改成这个样子 这样的话 所以现在你看到的 像唐南光老师 他们的书 有没有 或是李怡婷老师的书 他们写法就是新的写法 他第二版跟第三版就改了 这样的话 那全体货币机构 注意哦 来 这定义哈 所以要搞清楚 中央银行 其他货币机构 看到吗 中央银行跟其他货币机构 所以中央银行不算哦 其他货币机构 是包含中央银行以外的 这样懂吗 中央银行以外的 叫其他货币机构 所以有包含这些 有没有 本国银行啊 有没有 外国银行 在台湾的银行 对不对 这看完就知道了 对不对 可以啊 这个 那除了这个以外 那货币机构 通常是什么 除了中央银行之外 其他货币机构 一般来讲 你看这些东西 这些都是什么 吸收存款 做放款的 对不对 它主要都是吸收存款 做放款 是不是 对吧 主要都是吸收存款 做放款 中央银行 没有了 但是其他 你看其他货币机构 几乎都是可以吸收存款 做放款 对不对 那当然中华邮政是比较特殊 对不对 我刚刚讲过中华邮政 那个 那个什么 公司 对不对 它是不做放款 对吧 它是比较不一样 好 然后我们把它列在其他货币机构了 好 但是还有一些 也是指吸收 不是说吸收存款 它吸收民众的资金 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吸收 比如说保单的方式吸收 这样的话 所以要人寿保险公司 跟产物保险公司 要看到吗 对不对 那这算金融机构的一部分 金融机构的一部分 这样的话 那信托投资公司在2008年之后 所以你之后因为二次金改之后 就几乎都不存在了 这样懂吗 所以这边只写说2008年之前的 这样懂吗 原因就在这里 因为二次金改之后 几乎这些信托公司 都纳入那个什么 银行的一个信托部了 这样的话 所以也没有单纯的信托投资公司了 以前像什么华侨信托 那种 有 这样的话 但后来就没有了 这样的话 就跟国泰司法就病了 对不对 这个就病了 这样懂 好 所以呢 这是全体金融机构 全体金融机构 这样懂 了解 好 可以了吗 好 那这是第一页 第二 这个从中银行统计业报理统计做的 这是额外做的 好 那这些机构呢 为什么要这样做 主要是看这些机构 能不能创造货币为了准则 这样懂 好 所以严格来讲 我国现行的金融体系 这是完整的金融体系了 看到 刚才我们看的只是看到全体金融机构而已 对不对 看一部分 那整体的金融体系 这个名词要很小心 这样懂 全体的金融体系分成两个部分 一个是正式的 就是说因为这个吸收钱太大了 这样懂 所以因此呢 就有正式的法规 在规范 这样懂 那另外一种是非正式的 就比较是明天借贷 那这个钱基本上就少一点 相对正式金融体系 它借的钱就比较少 这样懂 就流动的资金就少一点 就少一点 了解 还是有法规了 但是那个法规就没有像 正式金融体系的法规那么明确 而且那么严格 这样懂 了解 好 那你看一下 那个全体金融机构 这刚刚讲过了 对 好 那再过来有金融市场机构 这个名词都要小心 金融市场包含证票券金融市场 票券金融公司 证券金融公司 综合证券商 有没有看到 可以 那排除掉中央银行以外的 这就把它称作金融中介机构 看到没有 了解了吗 听懂 所以不太一样 这个过号这个范围要小心 这样懂 金融中介机构 这个要特别的注意 除了中央银行跟中央政策商之外 那其他的合起来 就叫金融中介机构 这样懂了 知道了 好 那所以呢 一般的金融体系 都是有正式的金融体系 跟非正式的金融体系 分成两个部分 在共同并存 所以这叫双元金融体系 可以吗 叫双元金融体系 所以第三页 有看到 双元金融体系 这样的话 有正式的金融体系 有没有 非正式的金融体系 那正式非正式 就是说 有正式的管理制度 要依法申请设立的 有没有 对吧 那叫正式的 这样的话 你要设立一个银行 不要正式的一个 法律去申请 当然要很严格 这样的话 要受到严格的规定 规范 那没有正式 就是民间的借贷 对不对 可以讲 只是用一般的法律 民间借贷的法律 去规范而已 那就是非正式的金融体系 通常都是 受国家都一样 对不对 这个正式 非正式 并存 那当然有人把这个 正式的金融体系 叫做地上金融 非正式的叫地下金融 可以 所以有些像那个 经理学原理的教科书 台湾的经理学原理教科书 像很有名的旧世人帮 有没有 或八仙经理学 初心一老师他们的书 有没有 他就把它称作地上金融 跟地下金融 这样懂吗 可以 他们是这样称 也可以 这样懂 好 那再过来 金融体系的运作呢 又把它分成直接金融 跟借借金融 真的 那直接金融是什么呢 是说 资金的需求者 跟资金的一个攻击者 直接面对面的 真的 那我今天需要资金 就刚刚讲的 我今天需要钱 把人借给我 你是谁 为什么要借给你 是不是 所以一般人会害怕 你是诈骗集团 好吧 那所以呢 为了要能够借钱 所以透过正式的管道 我发行有价证券 有没有 所以你对 你对有价证券的供给 就代表 你为什么发行有价证券 就是你需要资金吗 对不对 所以 发行有价证券 就是你对 可贷资金的需求 Longable Fund 我用这个简单的符号 可贷资金的需求 对 那就是什么 就是 你就发行债券 类似这种感觉 从你进学都这样用 就有价证券 就是发行有价证券 提供有价证券 吸收这个资金 我对资金有需要 对 所以 他说 这样可以 直接出售有价证券 可以 出售有价证券 就是有价证券的攻击者 给资金的攻击者 有没有 所以出售有价证券 这些人是什么 是资金的需求者 这样懂吗 了解 那换一个解角度 我今天 要提供这个有价资金 可贷资金的 我有钱 我要借给别人 对不对 那怎么办 我不是说 我有钱了 赶快给我借 对不对 那小心了 走到路上就要小心 对不对 所以一般怎么办呢 好吧 那我就说 就去买 这个有价证券 对不对 所以一般简单的做法是说 比如说 你对债券的需求 你去买债券的 对不对 就提供这个可贷资金 这样懂吗 那种情况 那种情况 这样懂 所以他说 直接金融是 有价证券的交易的场所 对不对 可以 资金的需求者 对不对 资金的需求者 对不对 他对有价证券 对不对 有价证券是资金攻击者的资产 对不对 资金攻击者 我去买这个有价证券 对不对 所以有价证券对资金攻击者来讲 就是他的资产 这样懂 可对资金的需求者来讲 有价证券是什么 常来负债 我给你借钱 这样懂吗 这样分得清楚了 好 所以他有 利用有价证券 让资金的需求攻击 可以做交易 这样懂 那资金可以做移转 资金可以做移转 这样懂 那这些有价证券 当然随便写一写一写 你应该可以知道 那注意交易的市场 注意要小心 是金融市场 懂吗 这有明确的规定 这样懂吗 金融市场 我等一下画给 有一个图 会给你看 这样懂吗 所以这不能够随便乱做的 这个是金融市场 这个在第六页 一定要做给你看 这样懂吗 在第六页 一定要做给你看 这样懂 好 这个都要小心 这个考试都会考 要很小心 那间接金融就不一样了 间接金融就说 资金的需求者跟供应者 不会直接面对面 听懂 那是透过的金融中介机构 去做资金的移转 这样懂 就像你那个买卖房子一样 对不对 我有房子我想要卖 对不对 我可以自己找 到底谁要买这个房子 是不是 对吧 可是这样的话 你的一个成本很高 因为你要去搜寻 搜寻成本很高 对不对 而且风险很大 来的人 万一是那个抢匪人 你怎么办 所以一般会透过 金融中 这个房屋中介公司 有没有 帮人去买 我要卖房子 谁需要这个房子 有没有 透过房屋中介公司 帮你卖这个房子 对不对 同样的要买房子 我要找到一个 可以信用的 我要找到房屋中介公司 帮我去买掉 我需要的房子 这样懂 一样的道理 所以金融中介 扮演相同的角色 这样懂 所以要中介 原因在这里 好 那也因为 他资金的攻击者 跟需求者 不是直接面对面的 对不对 所以就把它称作 间接金融 这样懂吗 间接金融 所以第二行 第三页 最后一段的 第二行 有看到吗 他说 间接金融的原因 为什么称作间接金融呢 因为资金需求者的 一个负债 并不是资金公司的资产 没有这个对等关系 这样懂 并没有这个对等关系 直接金融有 间接金融没有 所以他告诉你说 资金的攻击者 并不直接承担 资金需求者的风险 还有随意的变化 对不对 我提供资金的 你给我借这个钱 对不对 你会不会还 其实我不知道 这样懂 对吧 如果是直接金融 就会有这个问题 今天金融没有这个问题 因为是透过金融中介 把你转借 这样懂 了解 所以来 这个要小心 第三页倒数第二行 资金攻击者的资产 是金融中介负债 就是透过金融中介机构 我资金的攻击者 我是把钱借给金融中介机构 其实你可以看第三页 那边有一个箭头 我用最简单的方式 可以这样看 我把钱提供给金融中介 所以来自用中介 把这个钱借给资金的需求者 所以对资金攻击者来讲 他是他的 这个是我写在这里 他是他的资产 可对金融中介来讲 因为我是跟他借钱 对不对 所以这个资金 反而是对金融中介机构的一个负债 对不对 好 那反过来讲 对金融中介公司来讲 他是把这个资金 借给资金的需求者 对不对 所以因此呢 对金融中介来讲 这是什么 借出的资金是他的资产 对不对 而对资金的需求者来讲 我跟金融中介机构借钱 所以是他的负债 可以吗 对吧 这样应该够清楚吧 懂吗 好 那一般来讲 来这边又讲台湾资金的流通 来追随这个会访 主要是以间接金融为主 知道吗 因为直接面对面 这个也是有了 就是说 一般的公司会发行 那个债券跟民众介 也可能发行股票 跟投资大众介 对 可是那个部分 毕竟 那个 比较 说实在话 那个实际上资料 其实没那么高 真的吗 没那么高 真的吗 我第四章那边 会有在讲这些东西给你听 那 但是这个一定会考 那很多情况 都透过什么 透过银行 透过银行去取得这个资金 真的吗 其实是美国 他的那个 那个什么 那个 股票市场 他在那里想发展得那么成熟 对不对 那其实他的一个什么 那个银行的一个比例 借款的比例 还是比较高 这样子 至少超过一半以上 这样子 那其他的像我们德国 这个系统 欧陆的系统 跟台湾 以外的一个市场 那都可能都高达70% 这样子 那个资金的移转 透过金融中介机构的一个移转 那非常非常高的 这样子 这要小心 了解了吗 好 那资金流通的场所就不一样 就是金融中介机构 这样子 是透过金融中介机构去移转 所以看到出来这个基金的流动 有两个场所 一个是金融中介机构 一个是金融市场 这要分清楚 不一样 这样子 要搞清楚 好 那有价证券 有价证券 一般就是所谓的金融工具 可以吗 一般的金融工具 就有价证券 不见得是信用工具 这不太一样 不要搞错了 信用工具 比较是讲借贷的 真的 可金融工具不一定是信用工具 好 那金融工具一般是称为有价证券 真的 那有价证券 对买卖交易的买卖双方是不一样的 他说对购买者来讲 有价证券是一种资产 对 我买这个证券 对不对 就变成我的资产 但是我是提供这个资金出去 真的 而对出色者来讲 就发行者来讲 就是我缺钱了嘛 对不对 要跟人家借 对不对 所以因此对发行者来讲 他反而是一个负债 这样懂吗 了解 所以所谓的有要证券 代表持有人 对借款人 有没有 对吧 发行者 未来所得或资产的追 一种请求全 这样懂吗 知道 这个没问题吧 我说过你们是选择题 对不对 懂意思 就很好选了 这样懂 所以不用担心这个东西 你知道意思 他用词潜质 小心一点就可以 对不对 不会像说 你要是用深论题 就麻烦 对不对 用词潜质就很小心 对不对 可是还好 你们都选择问题 所以这个不用太担心 这样懂吗 知道 好 那金融中介 可以帮助金融市场的运作 那为什么呢 因为它可以提供 这个促进这个教育的效率 那主要是因为 它可以提供很多的金融服务 对不对 比如说金融服务就是说 来帮助你们吸收存款 帮你们保管这个资金 对不对 可以 或者说 帮助帮你们公司开信用创 是不是 对吧 那或者说 我今天可以帮你们去买卖这个债券 对不对 那提供很多服务 那或者说你今天要去买一个房子 对不对 那你 你不知道这个房子到底要能买还是不能买 对不对 那你说要买的时候 银行说 你要跟银行借钱 银行说 我看看 评估 看这个房子值多少钱 对不对 还有专业的人士 可以帮你们去做这个评估吗 这样懂 是不是 那这都是银行提供的金融服务 这样懂吗 都是银行提供的金融服务 这样懂 好 那所以呢 来 这个以后我们到第四章 会有很仔细的说明了 好 那再过来我们看 这个公开市场跟商议市场 这个其实现在讲这个 比例很低了 但是因为像黄奕成老师的书 和李龙谦老师的书 他还是有提到 所以我还是告诉你 因为黄奕成老师的书 常会拿来出考题 所以 他那边货品行学也写得非常好 所以 我还是有点担心 所以还是列起来给你们看 这样懂 但是像李怡婷老师 或是陈能光老师的书 就没有这个了 其他公开市场 讲的就是金融市场 这样懂 那当然金融市场 讲这个是直接金融 对不对 刚刚已经提醒过你了 所以说 可是商议市场 就是什么 大家协商一下 对不对 就是金融中介机构 去对资金的移转 这样的 所以商议市场 是比较属于间接金融的 这样分得清楚了吗 知道 所以公开市场 跟那个商议市场 这两个不一样 那接下来 间接金融 根据中市场的一个定义 对不对 它包含了什么 那个换款跟证券投资 这样的话 换款跟证券投资 那这个当然我们到 那个什么 那个 第五章的时候 讲那个什么 那个商业银行的 一个行为的时候 这样的话 那那个时候会讲的 就商业银行 很多很多的一个 一些 一个资产的部分 那换款跟证券投资 是它的一部分 这样的话 那这个部分是 商业银行的 主要资金的来源 这样懂吗 了解 所以这些金融 它告诉你 比如说有放款 对 这个放款 包含 主要 放款一样 是一个大方向 可是细节里头 包含了放款 贴线 透资 这个你们会考 这个你们会考 对 你们 票信法也许有讲到 那但是 我们在那个 这个第五章 我会列给你看 这有点不太一样 真的 有点比它一样 到时候 在讲那个 那个什么 那个 商业银行的一个行为的时候 那资产 资产不在表的时候 我会讲那一天 这样的话 那当然 这个你们票据法也讲了 所以我想这个 对来讲问题不大 那证券投资 包含了对 政府债券 可以 公民营的股份跟债券 还有金融机构的股份跟债券 包含这些 这样的话 包含这些 了解 这证券投资 那当然民国99年起 一月份 包含了 来最后一行 倒数第二行 股业 包含投资银行发行的 结构型商品本金 可以 这都算 这样的话 联动债的部分 这样的话 那个部分也要算 好 那直接金融的金额 来注意 是来看一下 那个 这个 这个在中银行的 那个什么 那个资料里头 它会有 那当然一般 都会很 不太 不太注意这个 这个细节 当然就考过了 直接金融的金额 是证券发行的 可是证券发行的呢 它有一部分 是金融 这个机构的 证券投资的 那这个部分 是属于 间接金融的部分 真的 所以总发行的 扣掉间接金融的部分 剩下就 直接金融的部分 真的懂吗 因为证券发行 可以一开始有发行 那后来发行完之后 还可以再继续流通 真的 那那部分就属于 间接金融的部分 真的 了解了 好 来 所以呢 你看这个图 有没有 有金融中介 有金融市场 这两个不一样 看到没有 对不对 这两个是不一样的 那金融市场 你看我这写的很清楚 有没有 是里头 你看底下 那个圈圈 底下圈圈 有没有 金融市场主要是提供 世界金融的一个管道 对不对 而金融中介 则是提供什么 间接金融的管道 看到没有 这样懂吗 所以两个不太一样 要搞清楚 这样懂吗 所说你在看这个东西的时候 要特别的注意 这样懂吗 金融市场跟金融中介 这两个是不同的 因为它代表的一个什么 一个资金的移转的一个什么 性质上是不一样的 真的吗 了解 要小心 可以了吗 好 那再过来我们看金融资产 金融资产是金融请求权 这有时候很细 所以要特别的注意 金融资产是金融请求权 这意义是说 当你拥有了一项金融资产的时候 代表你对发行单位 就拥有了支付货币的请求权 那这个请求权分成两个部分 一个是有价证券 一个是非有价证券 这样懂吗 那有价证券可以在金融市场 做交易金融市场 那也就是说 它可以是买卖的 一个可以买卖的金融性证券 像股票 债券 你看上面图就知道 那也可以是非有价证券 比如说 你这个人在印银的存款 你怎么可以买卖 你就没办法买卖了 这样懂吗 了解 所以金融市场 你可以分成有价证券 跟非有价证券 做一个分析 好 那金融市场里头 来我们看金融市场 就是提供有价证券交易的场所 看到吗 有价证券交易的场所 所以金融市场流通的交易的工具 就是金融工具 有看到吗 叫金融工具 那金融工具指的就是有价证券 可以吗 有价值的 有价证券 所以金融工具指的说 发行人承诺在未来特定时间内 特定日期 在某些条件下 支付一定数量货币的一个契约 可以吗 那叫金融工具 这样了解 有价证券 那信用工具就不一样 刚刚讲过 信用工具跟有价证券不太一样 对不对 对吧 刚刚有讲过了 这个要分清楚 好 那信用工具又称为债务市场工具 有看到吗 是债哦 它主要是债 是债的部分 那又把它称作固定收益资产 真的 那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债务的部分 因为你每次 你跟人家那个借钱的时候 有没有 债务嘛 就说我今天我需要资金 我要跟人家借 对不对 那我就要跟人家讲 我一开始要讲清楚 我到底每一期 比如多少时间 我按照期限内容 我要付多少的利息 真的 固定收益的 真的 不管你这公司 一定的好不好 我就是一定要拿这笔钱 真的 所以要称作 固定收益 这样懂吗 知道 好 那包含了什么呢 所以包含银行认可的放款 这个 讲贷款 也可以讲说 因为贷款 有什么 贷款是借还是贷 不知道 对 所以通常 很多像货币款的教育书 像中文的 贷款都比较喜欢讲放款 这样的 因为避免借跟贷又混在一起 这样懂吗 知道 你说贷款是什么 我跟银行的房屋贷款这种 我是跟银行借钱 对不对 那银行做房屋贷款这种 银行把钱借给你 这样懂 所以 其实那个loan 我到处都喜欢用放款 这样懂吗 用放款 这样懂 如果你真的是银行是提供资金的人 我们就叫放款 这样懂吗 知道 就讲这个 所以银行所认可的贷款 其实应该讲放款 以及公司政府的一个债券 有没有 对不对 知道 那这些都属于什么 都属于那个债务工具 债务工具 这样懂 那当然这边有什么 简单借贷 那个到第三章的时候 和跟利率有关 这样懂 那那个是很重要的 简单借贷 固定给付借贷 票息债券 还有折价债券 或零息 零息票 债券 都是这个 就是为了去跟人家借款的时候 发行出来的债券 这样懂吗 知道 那股票就不是信用工具了 看到没有 股票是权益请求权 这样懂 它不是公司的债务 是说 如果今天我今天成为公司的股东 我是好像跟公司共存网 这样懂吗 所以公司有赚钱 发鼓励给我 可以 那公司没有赚钱 我就什么钱都拿不到 这样懂吗 所以它不是一个信用工具 所以公司有赚钱 所以公司有赚钱 感谢观看